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海草兵风鸣全岛 不但可以吃得美味还可以吃得健康 当然全长不过18公里的海岸线 最适合骑机车来环岛了 咱们美少女二话不说跨上机械铁马 我们要去找哈巴狗江军岩还有美人鱼 如果肚子饿了也没有关系 岛上的特产是应有尽有 最好吃的莫过于海上飞弹小飞鱼了 这次也带你一起来尝尝 最后拖着疲惫身躯进入朝日温泉 不管日出黄昏 这里的美景全都是一等一的美妙 是不是迫不及待的呢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同来去郊游咯 搭着飞机 我们降落在台东丰年机场 这一趟的目的地 是在距离台东18海里之外的绿岛 这一天天空很蓝 明显和Spouse Girl 憧憬着绿岛风情 夏天的脚步已经近了 所以这个礼拜明显要带大家到一个清凉有近的地方来个郊游 但这一次不一样不是明显一个人来 明显还组了一个辣妹旅行团 搭来悄悄 我们的成员呢 就是这些非常有才艺 又长得很漂亮的这些活力美少女 你们以前有来过台东吗 没有 真的喔 台东有 有名的耶 台东有来过 但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绿岛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 以前是住大哥的地方 但现在已经风光明媚 是一个很棒的休闲旅游的景点 不过你看我们身后 我们等一下要搭的船已经快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赶快出发吧 走咯 走 从台东成功港到绿岛的船程 大约五十分钟 冬天的风浪比较大 夏天搭船则会相对平稳 其实只要抛开恐惧 把注意力放在美丽的海景上 这一套船程还不至于太难熬 现在呢 我们在船上呢 现在到绿岛大概还有五十分钟左右的船程 那因为未来今天我们今天就要朝夕相处 因为我们是辣妹旅行团嘛 所以呢 既然要朝夕相处 更来坦前相见 来跟大家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 现在还要欣赏 我们的一套游戏 那我介绍 那次大家考虑解绍 还是好习惯的啊 可以赢啊 耶 好 哈喽 我们是六号的 这次来绿岛啊 非常开心 看我们做的沉这么大 希望朋友也可以来绿岛玩啊 谢谢 那么 大家好 我是二号的玩 二号的 我有一点点感冒的 所以今天来绿岛 真的是真的冷 所以感冒没关系 今天来绿岛 对 很错误的哦 好 大家好 我是八号 直播哥林玉中 我们现在绿岛 等一下去铺钱了 所以前几次 希望不要运船 谢谢 嗨 我是16号小鑫 我希望来自绿岛 心里好好哦 我希望能给你 接续到很多东西 走 嗨 大家好 我是26号小小鑫 我有做一些绿岛的东西 因为如果到你们来绿岛 看绿岛 会好表现 谢谢 基本上只要不晕车 大概就不会晕船 但偶尔碰上大风浪 船上摇摇摆摆 不多久就会传来抓兔子声 如果阁下又像这些美少女般 蹦蹦跳跳 大概三两下就会头昏目眩 频频作呕 聪明的话还是学学名弦 找个地方去会周公吧 保证可以让你平平安安的到达 耶 到哦 你看 我拖住他 好 这一双果然厉害 当大家吐成一堆的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精神最好 好啦 我已经到绿岛了哦 趕快下 绿岛面积不大 长约四公里 宽三公里 因此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便是机车 其实因为绿岛很小 所以我们骑机车都很难 不要骑我 要不要收紧的 大家刚才学习一习 要不要收紧的 这位准备好 我们是第一台 我们当冲锋 没错 那你不要冲太快了 带着一群体力充沛的小辣妹 明显的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 骑着租来的机械铁马 决定放好行李后 立刻开始玩耍 听说绿岛上最著名的 便是美丽的海域 水底风貌可谓是 勇贯其他台湾里岛 所以二话不多说 准备来去浮潜啦 来到我们绿岛呢 最精彩的当然就是这个 水上的活动 那我们知道今天 现在马上从事第一个就是浮潜 那这个林大哥 一般这个来到这边 他们都要浮潜的话 在那边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浮潜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要穿泳装 泳装 嗯 然后呢我们来这边呢 有这个鱼身 这个保暖衣 哦 这是你们准备的 对啊 这个保暖衣 嗯 这个保暖衣呢 它是三点迷你的保暖衣 然后三点迷你的话 四耳衣就是 夹这个热带地方的 远来穿 嗯 它这个鱼身 这个保暖衣呢 它功能呢 第一个有黄子水母 听到 哦 这地方很多水母啊 对 如果有水母 会有黄子水母听到 因为黄子上午对上午 比较热道 比较小 哦 然后呢 第三个 防止这太阳的照射 在上午的皮肤 嗯 如果说比较怕冷的话呢 一定要穿这个衣服 因为水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对对 水的温度还是比较低一点 听完解说 咱们的活力美少女 纷纷开始着装 既然要玩得尽兴 配备自然不能少 尤其我们下水的时间 不过早上九点多一点 海水的温度仍然偏低 穿着这种可以保暖的潜水装 也比较不会感冒 哇 这个水冲出来真舒服 你看我们的这个雪林跟一双两个呢 已经穿好我们的潜水装 准备要下去浮潜了 不过在正式下水之前呢 我们还是有些规则一定要知道 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这个 林大哥来跟大家做介绍一下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各位呢 我们首先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今天浪很平哦 这个浪算很平哦 对对 很平哦 那今天的海水的温度也不会很冷 大概22度左右 嗯 那今天呢越来越高兆 那我们等下浮潜了 这个地方呢叫石浪浮潜区 石浪 石浪浮潜区哦 这个地方叫石浪浮潜区哦 他们浮潜的深度呢 大概在四米深至六米深左右 等于说 四米哦 四米深至六米深左右 我们这是浮潜 那浮潜呢 适合大众来浮潜哦 这个石浪海域很漂亮 一年四季都欢迎大家 来这地方浮潜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大家就出发了 好 去浮潜了哦 好 谢谢林大哥 走吧 这场黑潮主流 经过这里有永生流 因此寓意出两百多种的珊瑚 还有五十多种海藻 四百多种迷你贝 以及三百多种鱼类 和丰富的海绵生物 水底世界五彩缤纷 争其斗艳 堪称环太平洋地区自然生态 最有观光潜力的地方 而全绿岛最适合潜水的柴口潜水区 每年吸引三十万人四以上的游客 来观赏水下的珊瑚蝶鱼 以及成群的丁虾鱼 甚至还有大批小燕鸥 出其不意地掠过水面捕食 都是这个潜水海域吸引人之处 你看咱们的美少女玩得那么高兴 置身于一片水澜又宁静的海域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呢 绿岛水温常年维持在摄氏二十度上下 是一个非常适合珊瑚生长的环境 因此四周海域 在水深三十公尺以上的海底 是布满了成群的珊瑚群 这不仅是被国内外海洋生物学家 评为世界级美丽的珊瑚礁原地 同时也是潜水者心目中 最为优美而且最具可看性的海底世界 哇塞 贝壳 你刚才在海底捡到的 对啊 对 还有贝壳 刚才有爬出来又爬进去咯 这是活的哦 它现在已经爬进去不见了 还有 各位观众有没有看过海参 它刚才很大一条 好大一条哦 我抓出来咯 你敢抓哦 它刚才很大一条 结果它现在Q掉了 而且我刚才在游的时候 它整个吸着我的手还在那边扒 扒不开 好恶心 然后现在是硬的 要不要摸摸看啊 对 硬耶 我看我看我看 真的硬邦邦耶 那你刚刚在海底看到什么 就看到这个 没有很多哦 超漂亮的 对 你们下去多久了哦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代表 没表耶 讲真的 你们觉得这个绿岛海域啊 到底漂亮在哪边呢 就是珊瑚吧 珊瑚 还有鱼 然后还有看那个什么 最很大的那个什么海香菇 海香菇 大家我们都有什么摸 那个好漂亮的 那个海香菇有1500岁呢 嗯 下学的时候 下学的时候耳朵都发炸 就是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是很痛 然后就赶快起来这样子 之后我和一双也有两个就下去 就是到一个深度这样子 就是教练帮 就是尝试那种挤压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 对 你们最深潜到什么 大概什么地方 教练大概说 四五米的深度 对 耳朵好痛 对啊 然后啊 我不是有跟镜头说 用这样压着下去 可是更痛 然后就把它放开之后 又更痛 然后就赶快上来 好痛哦 那你们觉得这次扶钱好不好 好好玩 好 真的哦 漂亮 超漂亮的 所以大家有碰的时候 来到绿岛一定要选拳他们 一定要扶钱哦 你都没有下去 拜托 你知道我不下去吗 海底的风景要有人看 上面的风景也要有人看 哦 我觉得上面帮你们看上面的风景 哦 哎呦 它会噴水啊 噴水啊 它会噴水啊 我刚才觉得它在动 它叫那个 还有表演 可以叫那个 哎呦 这刚才会说 下韭菜好了 哎呦 教练说啊 这个是不能吃的 哦 真的哦 海参有分类 但这一类是属于不能吃的 嗯 哦 我本来还想把它拿来吃的 那拿它 对啊 好 好 这个活的啦 就是待会我们做纪念 好 好 好 走吧 我们要到下一站去哦 走吧 好 来到绿岛 千万不能够错过海底世界 即使不会游泳 浮钱也是一定要的啦 现在要请大家休息一下了 等会广告过后 我们要教大家如何省力的潜入海底世界 还要带大家去尝尝那文明侠尔的海草兵 如果你自认年事已高青春不在 简单说就是懒到不行 觉得潜水太累 但是又不想错过美丽海底风情 那明显就充当好心的天使 告诉你个消息吧 那就是干脆搭玻璃船 请让在你潜入海好了 你可别当我在开玩笑啊 现在真的有方法可以帮你达成省力愿望 嗨 大家好 我们是这次的助理主持人 我是小天 我是百恩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玻璃船 对啊 听说绿岛人的很有名的就是玻璃船 可是不知道玻璃船到底是什么 我在查啊 可能是一艘船 它底下有一个透明的玻璃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玻璃 看到谁里面的事物 哇 我一定可能不及了 我们看快去看看 好 走吧 我已经觉得我在玻璃璃交游越来越难混 不过还好利用他们刚刚在人的时间 我已经吃了两碗海草冰 所以算是不无小谷 算了来去坐这个玻璃船吧 走了 这个看起来很飘片的大哥就是船东啦 他可是这一个海域的航海高手 哪里有好看的珊瑚 靓丽的鱼群他都知道 所以这一趟航程一定可以有丰富的收获 说真的 明显出厅玻璃船 和百恩所幻想的情景完全一模一样 因此进到船舱里只能够用喜出望外来形容 这玻璃船不仅造型酷炫 里头空间也很宽敞 设备颇具水准 真的很值得来搭上一搭 我刚以为是一个玻璃 就只是这样子看 结果是太仙境了 我们左右两边都有玻璃 好玻璃耶 对啊 然后让我觉得 我好像置身在水中的鱼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这么小的鱼 想想白色 三千上万这样 对 这样在我们面前 这样一步一步的过去 还有伞的那样 好像下雪或者是天空的星星 一模一样 对啊 好漂亮 我们先来问我们姐妹们 我刚刚有看到什么特别的脸蛋 你刚刚有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到好多 成千上万的小鱼 整片这样游过去 超壮观的 不过我刚看到垃圾袋 虽然来这个生态景观 很优美的地方 不过大家还是要做做环保 不要乱丢垃圾哦 是啊 对啊 是啊 所以你们大家应该也来看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特别又漂亮 像什么蓝色 然后还有黄色尾巴 它是很多不同种的鱼 我想啊 你们来这边 一定会值回票价的哦 对 你瞧瞧 这些活力美少女形容的 真是一点也没错 透过这一片片的透明玻璃窗 望出去 大小鱼群 高低珊瑚礁 全都静在眼前 最有趣的是 你不知道下一刻 会看到什么 所以尖叫声 布满船舱 三步时就有人有心发现 偷偷告诉你 我们不只看到热带鱼 还看到大海归类 真是有趣的不得了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刚刚不是这个小鲜跟百恩 两个人做这个助理主持人吗 不过因为现在我们有帅哥在 所以呢 我们只好两个人猜拳 输着留在岸上 赢了才能跟我们来跟这个船长 李大哥 李大哥 来跟做个访问好了 李大哥 最早我们去那个地方 差不多多少 二十多米 二十二十八 二十八米哦 那离岸边大概多远 离岸边差不多 离 四十 四十米 四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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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你一船差不多出去多久 四十分 四十分哦 那价钱大概多少 三百块 一个人一次三百块 对对对 其实也没贵 因为我们刚刚下面看到很多东西 那李大哥我想问你说 为什么坐这个玻璃可能都不会晕船 因为我经常从台风坐到的玉岛 就一直晕还是不会啊 晕得一塌糊涂 对啊 但是我们这个半田的 那个水哦 吃的水比较深 反而放的机会 比较没有机会放 哦 对 所以越深越不会晕 对对对对 它的吃的深水是米巴 比较深 不会晕 那那个交通场 那个是屏面的 比较晕的机会比较大 它就水浪这样飙飙 对 那琼尼机架的潜水艇 都根本不会晕 根本不会晕 根本不会晕 银船的人家去也不会晕 好 会大肚子的人 只要是怀孕 它就会吐 就会吐 但是怀孕 阴沉 差不多是一样吧 哦 这个时候来看最适合 所以海底生物很丰富 这个时代看来是太阳比较 光线比较强哦 海底山路看得比较漂亮 哦 所以我来那时候说 尤其要看那个黑毛 要退澡的时候 那个大山路就很多 然后好几百度 所以大家如果说来到这个绿岛 想要看看我们这个海底生物的话 一定要来找我们李大哥 也是这个行家啦 在这里大几年哦 不是啊 一清二楚哦 不是啊 我现在四十岁的那里啊 是的啦 就是我小时就在这边的 说真的 已经懒到不行的明闲 真是爱死了这一趟玻璃船之旅 因为实在是既省力又有趣 最重要的是花费并不多 全程四十分钟的航程 几乎分秒都不枯燥 如果你爱煞绿岛海域 又不想沾湿身体 玻璃船将是你最佳选择 好啦 又是浮潜又是玻璃船 据说泡过海水之后 身体会比较疲累 于是我们停止玩耍 决定寻觅下岛上著名的海草 因为啊 我们从进到绿岛后 随处都可以看到海草兵的招牌 不明就里又好吃的一群人 决定来一探究竟 看看这些生长在海里 看起来绿油油的植物 到底有何吸引人之处 竟也可以登上绿岛的特产之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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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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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也都是耶 这都是吗 但是这边是已经采完 被采过了 你们俩要小心喔 还有点滑 俗话说得好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 我们则是反过来 决定要怎么大吃先怎么摘 不过为了符合环保概念 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一招阿姨有练过 小朋友不要学喔 哇 这整片就是那个海草对不对 对对 这边都是 全部都是耶 对 可以直接采了 可以直接摘 直接摘 但是不能生吃 不能生吃 不能生吃是不是 太咸了 不是 但维系还要熟 你不知道熟过 差不多熟几次 我刚才看到鱼这样游过去 现在是不是在涨潮 现在慢慢的在涨 所以每天摘海草的时间 他大概都几点到几点才能够来摘这个海草 像现在这个时间也可以嘛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 退草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摘 所以就差不多早上七点八点 差不多 然后晚上差不多 下午 傍晚的时候 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 只要退草的时间都可以摘 可是大家会担心说 你看现在全绿岛的关键 来绿岛的人都要吃这个海草冰 会不会摘一摘它就没有了 对啊 不会啊 它每年会生啊 它有一段时间都会每年都会生 有时间吗 有时间有故事 有时间有故事 有因为看起来那里一片一片 真的都柴得好干净 就会觉得很担心 下次来是不是吃不到了 像海草冰 对啊 嗯 所以还好 虽然背后海水正在狂涨 不过脚底下这一片片绿油油 伴随着眼前一枯枯深陷的洞穴 让我们突然觉得摘海草 好像是一项很有趣的活动 不过导游告诉我们 绿岛上专职摘海草的人 都是天亮之前开始上工 而且必须利用冬季 才能够摘到最嫩的海草 所以真正摘海草为生的人 是非常辛苦的 可不像我们三个那么悠闲 一边看风景 还一边煎炮饺 这里有一家刹饼可以吃到饱耶 海岛刹饼耶 海岛刹饼 不然的话我们拿那个去给老板做做看 看他能不能做刹饼给我们吃好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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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是我们刚刚被海边采的那个海草 那我们说绿岛的海草的话 已经很有名 那我们再给你薰水就帮我做刹饼 可以可以 没问题 但是这个海草已经太老了 这个海草是在每年的二月底开始 三月初采到这个三月底 现在五月了这个已经太初了 可是我们看起来还是很嫩啊 摸起来还是很嫩 摸起来还是很嫩 对不对 这个是应该叶子没有这么大 叶子很小 但是这个也可以做 吃起来的话就像吃九十几位这样 九十几位 吃九十几位 不好吃 口感已经卖掉了 口感已经卖掉了 那才能不能拿去煮它 可以可以 这一种就是太老了 九十几岁的 你来喝喝看 这个 你摘到那个海草 闻起来都有咸咸的味道 那这样吃不会吗 你知道我们要经过很多次的清洗 很多次喔 这个沙 对 这个沙很多 然后清洗 但是因为洗掉了 就好了 像它里面的什么 营养的成果会流失 不会 这样就不会流失了 这个就刚刚煮起来的这个海草 就是这样子 这个冷却的话 颜色会慢慢变成 跟原来颜色有点不一样 会变成 淡淡的白色 淡淡的颜色 这样子 难怪我们在其他那个海藻店里头 看到的都是那种比较白的 都是那种比较白的喔 不是 不是 这个颜色会变 加热的话 液力是很高的东西 加热的话 这颜色都会变成 变成 好… 那是煮好 然后就直接倒下去 对 就可以了 冷切碗 倒这个 烤身盆就可以了 然后那边其他是蒟蒻吗 还是 蒟蒻 这个不加蒟蒻 加蒟蒻是这种加蒟蒻 可是有看到白白的 白白的是 这个是汤 刚煮起来那个汤 利倒没有污染的水 那老板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开始吃冰了 可以 一定要来尝尝这个海藻的味道喔 好… 开动 来 这边 来 这一家自住冰店 菜色非常丰富 红豆、大红豆、绿豆、花生 全部都有 最重要啊 它还是吃到饱的喔 所以我们这一批恐怖的辣妹旅行团 自然老实不客气 一个个猛吃起来 你瞧瞧 满满一碗淋上浓浓的黑糖浆 光看口水都要流下来囉 赶紧尝上一口 小小薯 解解馋 好 林安哥 我们刚才都知道 看到那个海藻冰的制造过程嘛 如果很多人他来到绿岛 他就想说 干脆自己摘一点回去做 那每天什么时候摘最适合咧 每天都可以摘 但是每天的潮汐不一样 每天都有退潮跟脏潮 等到退潮的时候才可以摘得到 一天看这个农历的时间 每天是1、16、2、17、38、49、5、20 大潮 五天的大潮 然后四天的中潮 左边30天就隔2乘15天 这样的潮汐 一天相隔48分钟 然后有进潮退潮 6个小时进 6个小时退 12个小时一次 你要配合这个时间才摘得到这个海藻 那天啊我会举手 一定没有人听懂 你怎么会飞那么熟 你是每次要去摘那个海藻用 对… 好 听起来太麻烦了啦 我觉得如果你来到这个绿岛 真的想吃这个海藻冰的话 好 还是来找我们这个小明的店 直接吃 更快 更快 更好吃 好 我们来吃冰咯 好 谢谢 好吃的海藻冰 为我们补充满满活力 接下来再度提上我们可爱的嘛 准备来去环岛间看风景咯 挑战天母球场 如果炒菜吃了 希望大家会记得 你好 谢谢 谢谢 谁会是那个无法上场表演的美少女 周五晚间十点 Sports Girl TV决赛 对… 谈起绿岛 等一下来我们要来去环岛咯 那你知道我们环岛要多少时间吗 嗯… 我自己说 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不啰嗦 好,Let's get up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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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真好 我觉得我已经是一同虚交友的废 幸好绿岛的阳光很慵懒 我就在那边秀很好 嗨 咦,怎么了 好,明显姐 那时候变得那种都不可怜啊 怎樣 来,手给我,手给我 欸,狗狗乖 嘿 同情老人家 好啦,走 你要带我去哪 我带你去环岛动画好不好 好啦,好啦,走 乖 去环岛啦 走,g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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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铭聲平從來沒有飙過車 跟著這一群辣妹旅行團 算是開了眼界 雖然我們時速不過30 不過臉上涼涼海風吹來 感覺比飙車還過癮 除了說著,我們繞到了第二個景點 趕緊下來瞧瞧喔 喂 怎麼聊沒良心的 怎麼騎那麼快 自己要去哪裡啊 明显姐,你看,你看 好漂亮喔 大石頭喔 不是啦,你當它什麼嗎 我哪知道它什麼東西啊 欸 我們請當地的阿智大哥來告訴我們 阿智大哥 阿智大哥 獲得尊榮般的大魚 阿智大哥 你好像很型喔 跟我們講一下背後這什麼東西 江金眼,這個是陳啟年有沒有 那個觀光姐要來這裡發展光溫事業的時候 他們就看這裡等於叫三塊石 然後他們 三塊石 對,然後它從這個角度看上去的時候 像它,看它像一個什麼 江軍,然後就把它命名為江軍眼 哦 所以是為了觀光才把它命名成江軍眼 對,對 不過看起來真的有點像一個江軍 就是處在那裡對不對 對,對 可是我聽說你們這個綠島這個地方 它還有這個什麼 哈巴狗啊 睡眠人 它是不是也都在這個公路上呢 對,那是下一個景點 還有下兩個景點 喔,真的喔 對,對 阿你們兩個剛剛沿途奇怪 還有看到什麼奇怪的時候嗎 有喔,有喔 有像觀音 觀音 很像,非常像 真的嗎 這背影很像觀音 在那裡什麼沙子 真的有觀音嗎 有,從這個角度看上去它是江軍 然後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上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觀音 哦 我剛剛騎過來說沒有看清楚 不然的話我們再上車再去看清楚好了 OK 好,走嗎 GO 走了嗎 還說呢 綠島沿海有少數龍起的珊瑚礁和海岸 增積成一處處奇特的岩石 富有想像力的綠島人民便依照他們的觀察 把這些石頭取名為江軍岩、觀音石、哈巴狗、睡眠人等等 不管像不像,瞧起來總有三分樣 而這柚子湖是個別緻的村落 它處在山澳靠海的部分 岩石、林立、景觀、熊旗 仔細觀察 海石洞、小瀑布都在裡面 如果你在綠島待的時間夠長 還可以考慮在這裡錄錄營烤烤肉 看看沒有光害的星空 接下來帶大家到這個景點叫做觀音洞 你們兩個剛剛都有做功課吧 有 那為什麼叫觀音洞呢 因為裡面有天然的石筍啊 還有松乳石洞 還有玉觀音 哦 所以它的叫觀音洞對不對 對 但是長什麼樣大家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趕快來進去一頭瞧一瞧 走吧 GO GO 你這個觀音洞啊 它綠樹差不多多久了呢 嗯 一到現在是這個 發生到現在 嗯 就是一八九九 一八九十九 一八九十九 對 再以後沒有發生現前的 這個... 這個一頭 這個一頭 嗯 嗯 好 這個一頭 所以 天貴不來的 在這裡都會發根 哦 有明明的地方都會發根 所以我們這的人覺得這個 這個... 都會是手拿 啊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會發根 所以我們這的人就 把這個手拿 再把它噴起到樓子滑來 很神奇哦 很神奇哦 我們馬上肅靜地對觀音佛向一拜 期望它能夠繼續保佑善良的綠島居民 剛剛我們去走那個觀音洞呢 現在覺得有點口渴了 不過阿姨啊 你們家在家開這個飲料店 你要向我們介紹 有哪一款飲料比較好喝嗎 這... 我們家在哪裡 拿刀連汁 都比較配合 我們如果... 如果... 如果... 吃這個... 可以... 吃這個拿刀連汁 拿刀連汁 拿刀連汁 零汁 零汁... 我知道拿刀是什麼東西 拿刀就是... 對面那裡的拿刀 這個拿刀是... 那裡拿刀是... 這個拿刀是... 電汁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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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過乾脆味啦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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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嘗嘗看 很渴喔 好累 拿刀的雞汁喔 謝謝 喔... 喔... 馬上消暑喔 嗯... 才喝一小口而已 太不誠懇了 好涼... 好涼... 除了拿刀果汁之外 綠島上另一項特產 Cankway也很好吃 它的做法和本島上的蔥油餅有點像 不過說也奇怪 在添加了獨家秘方之後 Cankway嚐起來就硬是和蔥油餅不一樣 雖然酥脆表皮一樣可口 但內餡比較有厚度也比較有Q勁 還帶有軟軟的口感喔 好好吃喔 想要吃嗎 只要來力道 就吃得到喔 欺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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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負要來喔 欺負要來喔 好好吃喔 逛完觀音洞 夜幕也悄悄降了下來 看到這些為數龐大的機車族了嗎 別擔心我們不是要去鬧事造貨啦 來趕緊跟上帶大家看一個奇特景觀 對我們的後面眼睛有沒有亮亮 好可愛喔 那個啊 現在是正對我們對不對 對 剛剛是只看到兩個人 看這個人很靠近在看我們 好可愛喔 今天一看我們在看鏡頭喔 你看看喔 我知道我們那上天是很高興的 他們是不是在講說 你看那邊有一群笨蛋 沒有嗎 看到了嗎 這些梅花鹿都是野生的 晚餐前後 正是他們出外活動的時間 只要到特定地點 用手電筒照上一照 就可以發現他們的蹤跡 找梅花鹿就是目前島上最流行的夜生活 玩夠了 肚子也餓了 趕緊找家好餐廳來打打牙記 根據遊客推薦 我們找上這一家 聽說裡面料理獨到 不吃可惜喔 一說 雪林 我們是美食大食 今天晚上我們來到這一家 綠島的餐廳呢 叫做的是 食堂有魚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一家富有濃厚的南洋風味餐廳 對 然後屋內全部都是用木頭設計 讓你沉浮於美食之間喔 哇 那我們現在別多說 趕快去品嘗品嘗吧 嗯 既然要吃當地特產 綠島的飛魚千萬不能錯過 每年六月到八月 都是綠島的飛魚季 不管今天煮炒雜怎麼料理 遊客一定要嘗嘗它的滋味 才算不虛此行 今天來到我們的這個綠島池塘有魚店家呢 你看看 又是一桌澎湃的菜色對不對 對 所以趕緊來歡迎一下我們的店主人周杰 周杰 大家好 好 感謝他為我們準備了這一整桌 非常豐富的一個菜色 沒錯 周杰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你們今天準備的這個特色在哪邊呢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季節性的這一道 唐觸飛魚 因為這是綠島每年的四月到六月 它屬於回遊性的 只有這個季節 大家來才能品嘗這一道海鮮 那這不是骨頭嗎 好 這個我們是做最簡單的磐刺 大家看才知道說 這個是肉 去過骨頭之後 才知道說這是飛魚 大家都只吃到肉 沒有看到飛魚長得什麼樣子 所以說我們這個 稍微做一下磐刺 所以它算是雕花的一種 對 磐刺 非常好吃 既然它都已經去骨去刺 我們要不要趕快來嘗嘗看它的味道 來 大家嘗嘗看 因為我相信這個飛魚 它可以把那個魚骨挑得很乾淨 我不太敢相信 因為我們今天下午吃到那個魚 真的刺很多 很香喔 很香喔 你看看 真的很香 這個魚肉我們經過骨粉炸炸之後 好吃 很嫩耶 對 很嫩 很多子 絕對吃不到一隻刺 相當好吃 那還有其他的嗎 我們看滿多的菜 還有 再介紹一下這一道 這道 薑絲炒大腸 對 大家都覺得這是 薑絲炒大腸 是脆炒石斑魚的魚肚 是 石斑魚的魚肚啊 對的 看一下這個比較大 怎麼那麼奇怪 這個是石斑魚的魚肚 這不是什麼大腸小腸脆腸 這是野生小石斑魚的魚肚 這個沒有腥味 口感相當的好 我們炒法跟薑絲大腸的做法是一樣 因為它比較下段 因為聚島夏天天氣熱 那我們炒的酸酸辣辣很下段 很好吃 這個就是鹿肉對不對 對 一看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來這邊兩三天 每次上桌都以為是豬肉牛肉 就是最後才發現原來是鹿肉 對 這是聚島的鹿肉 不過我們都是養的 養的 對 梅花鹿鹿肉 這個我們炒沙茶的口感也很好 沒錯 來可以穿上去 所以我們想要去 因為它就比較不一樣 我們平常就是 就看到鹿都這麼可愛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去拿 做成那種美食這樣子 因為綠島 他們就是說 餐廳都推發當地的美食 綠島 山產的話 就是以鹿肉為主 因為綠島早期都是養鹿 那他們都以鴿肉 為比較有經濟價值 這樣子 然後這些鹿的話 老得淘汰 我們就把它變作這種佳養 對 這樣子 我們都是 販賣都是養殖的梅花鹿 對 還有那個薩西米 看起來顏色也很漂亮 這個也是 我們綠島最有名的 這是荒崎鮪魚生魚片 好 我已經等不及了 來 大家來嘗嘗看 現在已經把每道菜都介紹完畢 所以我們要很抱歉 跟各位觀眾朋友說了 我們要開動了 不好意思 好 先吃微快 好 好不好吃 好嫩喔 很嫩喔 相當新鮮 好嫩喔 整個水這樣 穿出來 超讚 三人吃 旁邊十幾個在等 大家肚子都很餓了 好吃的 好 趕快開動囉 綠島上的餐廳很多 大家不妨根據預算 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店家 不過如果你真想嘗嘗好料理 這一家池塘有餘 我們認真地推薦給你 你瞧瞧我們的雪鱗 吃生魚片的表情 就知道這東西很好吃囉 下次來綠島一定別忘了這裡喔 好 累了一整天 我們要回去休息了 因為一早還要帶大家 來去泡泡世界有名的 朝日溫泉 來到綠島 千萬別打折要住五星級飯店的主意 因為在這麼自然原始的美景之下 還是住在民宿裡比較有味道 綠島上民宿頗多 幾乎家家戶戶都提供遊客住宿房間 而且除了舒適的睡覺地方之外 他們多半還經營浮潛出海的業務 今天我們來綠島呢 住的這個民宿很有特色 因為他的主人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旁邊這個大哥 大哥你在綠島這個地方 經營民宿差不多多少度啊 我經營這個民宿大概兩三年了 兩三年喔 當初怎麼會想要來做這個民宿呢 我之前是做摩托車很初步的 然後再來就是做浮潛 浮潛 然後因為很多朋友來說 要去的民宿 那當成的還能開民宿 那後來呢 因為朋友的要求 然後就帶給民宿 然後民宿大概十一個房間而已 十一個房間 對 算小而美就是啊 對對對 不過大哥實在要多才多贏 他好這個不但是 島上很著名的那個導遊 而且你還本身是潛水教練 對 昨天還帶我們去潛水 對對對 那你這個住你這個民宿 你還提供哪些其他的服務呢 好我們這裡就是 大部分就是 清和力為原則啦 清和力 就看你的民宿 感覺很親切 對 那導遊的民宿一定很舒服啦 每天就覺得 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樣 對… 就是要讓客人回到綠島 找不到地方住 或者是說想要玩得更盡興更深入的話 來找我們大哥就沒有問題了 對… 住在綠島的確不用煩憂 通常民宿裡簡單有餘 還富有濃濃的人情味 住起來一定被覺舒適 而且民宿旁邊還有家平價餐廳 裡面除了經濟實惠的菜色之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老闆 長相非常酷似綜藝大哥大飛哥 第一次看見他時 我們也嚇了一大跳 在嘗嘗他親手做的菜之後 更覺驚奇 老闆最喜歡聽的一句話就是 飛哥你菜怎麼做得那麼好 不信你下次自己對他說去 經過簡單休息之後 我們一行人趕在日出之前起了床 為的就是要爭讀綠島上 赫赫有名的朝日溫泉 我們四點二十分出發 不到四點半便到達了朝日溫泉門口 大家拖著還沒醒的滿山步伐 由者睜不開的心鬆雙眼慢慢布下了游覽車 當地導遊告訴我們想要看到日出 必須在清晨五點之前準備就緒 才能夠完整看到太陽蹦出水面 就在五點十五分 橘紅小太陽一躍而出 現場馬上歡聲雷動 相機也是直拍個不停 如此一般泡溫泉看日出 人生都跟著精彩了起來 嗨 朋友好 我是百恩 我是小千 我們現在位於綠島的 朝日溫泉 這種海底溫泉 全世界只有三座 而且這裡不但可以欣賞到美麗的露出 還可以煮好吃的溫泉蛋 而且全部都是天然 很像全部都是石頭 再來這裡之前 偶者就有費而來囉 好 我們去吃蛋吧 走 好 剛剛我們的這個活力美少女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的朝日溫泉 它是非常稀有 全世界只有三座的海景溫泉 大家一定很好奇它是怎麼形成的 所以我們趕快請到當地的這個島遊 阿智現在跟我們做個簡單的說明 那因為呢是 綠島呢它以前是個火山 然後它因為海水的關係有沒有 跟島上的深層的地方跟那個地是融合在一起 然後再慢慢的湧出來 就變成了海景溫泉 所以說 因為全台灣 全台灣的海岸線很長嘛 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夠產生這個海景溫泉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它本來的地質 就是屬於火山的地層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海水它衝進來的壓力 就造成說它這個湧泉出來 湧泉就是變成所謂的溫泉的部分 對 對 對 來到這個綠島地方的話 來這個地方泡泡 所謂的朝日溫泉 感覺真的很棒 我們今天就從這個天天 泡到太陽出來 這個全身通體舒暢 大家有空來到綠島 一定要來照保我們這個朝日溫泉 來這裡泡溫泉不用準備早餐喔 只要買幾個蛋就可以解決一頓 原來在溫泉池附近 還有一池池高溫達到沸點的源泉 大家可以在裡面盡情煮蛋 享受這溫泉蛋的美味 對 是溫泉蛋的美味 是溫泉到嗎 對 溫度是現在是99耶 97吧 97啊 喔97嗎 我們奶奶好像沒花刀 我們現在要隨便玩 我們要走了 都走了 看到了 它是多久啊 我們用不耳重 我們用不耳重 Distance 不過一扇 我真的都想要不要走 不要走 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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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加鹽才不會給你 加醬油 鹽 加醬油 我會加醬油 這群美少女你一言我一句 但都要主嬌了 看來還是要明顯自己親自出馬才行 哈囉 美女們 你們蛋豬好美 妳就餓不餓 這一個是妳的 真的喔 這一個也是的 我發現那邊煮到有個好處 煮蛋兼蒸臉桌 對 我跟你講 我剛剛聽當地島有講說 如果你們來這邊煮蛋的話 下次還可以去買蝦子有沒有 這邊靠近海邊也很好吃 有沾芥末嗎 對 妳看有很多蝦殼 這很耐氣喔 不是啊 就直接把它生著放下去 對 也是很好吃 有一點殘忍 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們應該差不多有六分鐘 拜託喔 那個白的蛋白都跑出來 應該可以了啦 走 我們到那個岸邊量快一點的地方去 好 好 水燙喔 好 很好吃 對 很燙喔 小心喔 這些在海邊親手煮的溫泉蛋 嚐起來的滋味是甜中帶鹹 不用說 口感當然是一級棒的囉 好 欸 你們蛋都吃得差不多囉 好 那等一下說說我們就要準備回家囉 好 好 我們要回去了 好 很厲害對不對 對 這兩天留在綠島有什麼樣的感想咧 我覺得沒有來過綠島的人 要來 真的會不虛止 對 而且今天很可惜沒有看到真正的日出 可是 當那個湯從那個演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好漂亮 我們大家都一直拍照一直拍照 也是超感動的齁 嗯 而且從戰鬥儀到現在 我們得到濕度的緊張 出來玩一玩比較開心齁 對啊 我們今天留了很多回憶啊 像我們之前在旅潛啊 有過到很多的沙古啊 什麼那些 今天就讓我們一直深刻在我們心裡 對啊對啊 除夕到很多東西啊 然後 而且那綠油油對眼睛也很好 然後 增加很多 對 嗯 真的就是這樣 我們已經犧牲很多種 不亂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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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像我們這種平常生活在都市的孩子 難得來這種很自然的地方玩個一兩天 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你們有聽過那個綠島小葉曲嗎 有啊 有啊 不然我們就最後唱這首歌來紀念 我們這一兩天留在綠島 很美好的回憶 好 好 請要寫好一點 你怎麼寫好啊 嗯 在綠島像一直穿 在爺爺裡搖搖搖 在18号以前台东绿岛受到台风外围